今天我们要来讲为什么这个平均主义啊 其实我已经把它讲完一遍 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没有录出来 平均主义的福利制 为什么是虚伪的 为什么是虚伪的 我们大体假设一下有7个人啊 一个社会里面有7个人 A B C D E F G 他们7个人 然后他们的财富差不多是这样分配的啊 他们差不多是 A 手上是 0 B 0 C 0 C 我要1块钱好了 D 10块钱 E呢 F 有100块 G 有1000块 这么一个状况 嗯 这个状况是个比较夸张的个理想状况 但是我们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认为他并不夸张 你又很夸张我们说这是现金流 我现金流的角度来讲这个比例差不多的 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个比例甚至这个G可能还没有一个G那么多的可能是 百分之几啊百分之几 好了 啊既然是百分之几的话那我觉得 这个情况太夸张了我还是把它写成100吧写成100 你把这么一个状况 这么一个状况的话 我假设 所有人都发10块钱 现金啊所有人都发1块钱好了所有人都发1元 1元啊 这个1元是什么一天的生活费 一天的最低生活费 平均生活费吧或者最低生活费 就是他是一个实现这个劳动力再生产 其实我们用一个更严肃的话是实现生命再生产 再生产的一个成本 每个人发1块钱好了 那么就变成每人发1元就变成1 1 2 11 101 101 这么个状况 那么看上去好像是变平均了变得更平均了 因为怎么样这个本来他是占份额0的 现在至少他占份额有有那么一个基数1的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很明显他是变得更平均了 更平均了 我就随便取一个就是 哪些的份额增加了吗 他的份额增加了他份额增加了他的份额增加了 因为本来他只占二十一百二十二百二十分之一吗 二百二十分之一 他现在至少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二百二十七分之二 那约等于是加倍了翻倍了 这边是约等于他财产翻倍翻倍了 这边呢他是变成二百二十七分之十一了 他本来是二百二十七分之十 变成二百二十分之十 也就是所谓的 啊 二十二分之一变成 二百二十七分之十一 啊 还应该是利益受损了 利益更受损了 利益更受损了 他的利益 这两两个数值哪个大呀 哦 他要这个这个玩意要比他大的话是要变成这个 我们算一下啊 我暂停一下我再算一下 好我刚算了一下啊 这个 这个二百二十七分之十一很明显还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大的大于他的 还是大于他的 因为你如果 这个他相当于十乘了一点一吧如果我把二百二十乘一点一的话他应该是等于这个二百四十二对不对 那这个分母二百四十二分之十一很明显是小于这个的小于这个的所以他是还要大的他的份额也增加了他的份额也增加了那么后面两个份额他应该都一样的所以他肯定是下降了变小了下降变小上去的上去的 所以再变更平均的啊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这个上升了啊小部分少部分的社会成员的这个财富份额下降了而且他下降的比例并不大他下降比例并不大他是从二百二十 他总二百二十分之一百也就是所谓的二十二分之十也就是分之十一分之五他只不过是变变了一点点而已变了一点变成二百二十七分之一百了他只下降了一点点所以他们俩下降了一点点然后让其他社会份额称之那些比较穷的都翻倍了啊没有的他直接变成有了 那应该按道理说这个是变得更平均了啊平均主义福利制 但是这个按道理说还是变得更更平均了所以得到竖个这个大拇指啊少了就知道不好意思了竖个大拇指 话太丑了不管了 但是问题有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先要考虑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现金流的现状为什么这些人手上只有这么多现金 ABCDFG 0元 两个零元两个零元我跟你讲这个比例做不定 一块一块十块拿十块钱的有几个啊好那十块钱还有两个呢我靠我这不太太乐观了一波一波 好 那你要考虑如果一天花一块钱这两个家伙是怎么样根本 就是他花多少钱他就他就花掉他赚多少钱就花掉这个是这个是一一元是等于这个生命再生产的每天每天生命的维持费啊维持费 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他他要他肯定是每天赚一块钱就花了一块钱我想的呀他他应该不存在啊他我们预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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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他还活着他每天是加一然后减一这个家伙也是加一减一 那你吗 然后他能维持着一块钱 他能维持一块钱 没有他的现金一直是一块钱的现金也就是说后面这个东西剩余的这些东西因为你要想啊这个这个一元不是一元这个不是一个具体一块钱而是他是一个你可以看成是1234 总共加起来200 我这算错了不管了221分之一 这是他的这个财社会财务比例 就是你要把钱看成是 资源动员力的比例 资源动员力或者资源支配力支配权权利你的现金啊是你的资源支配权当然还有个信用的问题在里面 信用如果我们把信用算起来更不匹配了 我们现在假设他们的信用都是一样的我们假设这些个体的信用都是均等的 所有大家信用都是一理想情况大家的信用都是一 好 信用系数都一就是你的现金一块钱正好也只能带一块钱 你就而且我假设这是一个钱金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大家都不去借钱 我假设啊 那么他手上的现金就是他的这个资源支配力 资源调配力啊资源动员力啊好这个资源动员力意味着什么 这个资源动员力其实就意味着对于这个 这个如果说有干活可能就这我假设大家都在干活大家都在干活每个人每天生产出一的财富 每个人每天生产出一二三四五六七正好总和生产七的财富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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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说这是个很很平均的一个状况总共 每天生产七的财富 啊如果他现在财富是这么个这已经是很理想的啊是很这个很很很美好的一种 生产生产关系大家都是按牢分配我们简简单来说了 是按牢按牢生产大家都是同等的去参与劳作好吧 7块钱这7块钱 这个就是7这里就不是7元了是7份资源7份生生存资源 生存资源啊这是生存资源那边这7份生存资源 如果他的现金模式这个样子的意味着后面这两位落格 怎么样他对于社会总的资源总的剩余资源他可以 至少拿一半啊至少支配一半至少支配一半 了解吗也就是说每当生成这个7块钱这个新的7块钱生存出来之后他们能够截取约等于一半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221为分母上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着他能从这个新出来的这个7里面他拿走多少 他手上的因为我们不考虑金融的问题也考虑他是充分的公平的在那边生产 我们不考虑其他那些复杂的东西那么这个落格他现在有100块意味着他就是如果清制造出7块钱他就能拿走其中的 7乘以700分之221这么多他可以拿走他也是这么多啊他是他可以拿走这个70221分之70他也是这么多他的话就是221分之7 那后面按到底他们就没了他们就没了所以怎么样 你得给他们就发钱给他们发钱给他们让他们这个时候就发要发额外发两块钱给他们让他们有饭吃那这边就是9块钱所以后面的这边都要写成990啊900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就简单来说你就可以把离现金手上的现金数啊理解成是这个截取总之总总生产总财富每日生产的总总财富 我们说这个是个简单的简单的社会他只生产这个农产品只生产只生产农产品清工业品 还是就是就是活的用来活的生命维持那些那些东西全部用来消费没有剩余他非常理想然后这种状况 好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他们每个人都给一块钱每个人都给一块钱每个人都给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到他们手上给到他们手上 给到他们手上去那无非就是 他本来要花掉的本来会给他的那个两块钱不用给他或者我就说他本来没有钱他可能就是回老家还在啃老我说这个零这两个零啊还在啃老 还在啃老啊还在啃老啊还在啃老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生产出来是二这边就比如说这里生产出来是二好吧我有另外一种吧 生产出来是二 然后他们拿拿回来一部分然后最后会给他们一些还能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费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是个理想状况你不要深究啊 我觉得假设每个人都给一块钱结果就是一块钱正好是他的当日生活费啊当日生活费他会怎么样 他远远他很快就会花完你知道吗很快就会花完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成这些给进去的钱1234567 这给进去的这些钱谁能够把这钱给留住呢 谁能把这钱给留住呢 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这个落格是是处在一个这两个落格或者是前三个落格都是处在一个吃了今天没明天了吃了今天没明天 所以你给他的钱他立刻会花掉 就是你要理解成其实我们通过这种welfare给他的钱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钱理解成是给他的一些基本的公民权 基本公民权 某些基本公民权的你如果比如说比如说我今天突然之间我规定走马路 马路每人每天 要交一元 每人每天要交一元好了我突然规定然后我上午这样规定然后立刻下午又规定就是取消这条是不是一就相当于说 把每个人都发了一块钱给他每个人都发了一块钱给他 就相当于每个人发了一块钱给他只不过我凭空造了一个就是一个要求走马路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说那我建设马路 建设马路是拉大的拉大的差距还是缩小的差距 而缩小的差距 就这么一个问题 啊那么结果你就看这个马路建建成之后他的力权在水手上力权在水手上 啊他能够带来的财富分贝分到水手量去马 很简单吗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思维 所以公共设施本身就是一种普惠的公共设施本身就相当于一种平民主义的福利 只不过我们没有给他定价而已如果给他定价的话如果取消这个集税的这个必要的话就相当于每个人都发这个钱 都发了之后每个人都发了之后我们发现啊他这个钱对他来说就不存在他没有办法从中 勾取任何好处啊这个一块钱就转转移出去了这一块钱也就转移出去了这个一块钱也就转移出去了 这个一块钱也就转移出去了我们就如果按照他的这个份额比例来看他最后截取的比例的话他能够截取多少 220还有以前数字吧7分之1乘以7块钱啊他截取这么多220他留了这么多在他手上 这边他留了227分之10在手上他们两个都是这个他们是留了227分之70啊这边是留了227分之700在自己手上 然后把它加回去加回去后来这两个还是0这两还是0然后第三个有了第三个是1加上1又227分之7 后面是个10就是如果是x的话他就是他的10倍啊10乘以1又227分之7 然后在后面两个是100乘以220分之7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降一来降一运动降一运动那这分配更不更不均了这钱会往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理解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有个沟儿在这边这个沟壳就是差距差距然后天上下大雨这个雨啊是平均的下的但是呢因为就沟的这个存在 所以啊这个水你就理解成这个他他表面表面这些水土表面有植物有某种植物有某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呢光是垂直的滴到这个水不行他一定这个水啊要流动一下要流动一下他才能活 这一流动他就就他这个流动运运动方向就是消费啊就是消费他一流动这个水就往下面跑了就往这个下面跑了往有更多力全的那些人手上跑了 所以就算你是普普降甘露这样普降甘露你最后还会变成本账会变回大水漫贯还会变回大水漫贯 所以平均主义的这种福利啊福利指他是虚伪他是虚伪的他是虚伪的啊他本质上本质上啊他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一个普惠式的普惠式的的基础设施 打引号基础设施啊然后不征收额外税 但是 利权 归少数人 啊他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他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如果征收额外税然后把这个额外税取消不就相当于大家每个人人头按人头摊个几块钱啊 你把取消的就这样那个按人头摊个几块钱就发给你了发还给你了啊 所以这种东西弄的越多实际上如果啊弄那么多但是呢又是利权是归少顺所有的比如说一些私人公司所有的或者是底下给某些影响银行那你们银行是私人参股的那最终他会导致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差距越来越大即便你表面上看是一种普惠式的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要讲究一个一个平均主义是不行的因为你给的那个钱太少了一方面是给了一块钱他这个前面这两个老格零元变成一他立刻又变回零了 立刻又花掉了他留不住留不住留不住这个钱留不住啊 那么但是呢你光是你给给给多一点给多一点可以让他攒的留住这个钱那么顶多让这个零啊变成这个一吗就是把让这个a和b这两个老格变成c这个老格吗 他还是受损的你本质上他还是受损的 而且就从一个生产财富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会拼命的去劳动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透支出去去生产的就a和b这两个老格的那个手上母有啊或者他只有0.001 0.002他还做梦呢我可以买房呢这老格这老格还在做梦呢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 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啊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给a不仅仅给他1 我给出的是2给他的要多于1也就是说我要给a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况我要给a 他干活得到他干一天活得到得到1吧我如果说他干一天活得到1 好了我给的要比这个1要更多 更多更多啊更多要多到要多到多到一定限度多到一定限度使得什么使得a和b中的哪一位啊不干活了 宁愿宁愿做懒汉这是个辩诊法就来了宁愿做懒汉宁愿不干活宁愿不干活了之后我们看那个劳动铲除 或者这两个都宁愿不干活了他本来应该是我本来应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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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不对本来应该是这种情况 总共的社会产出是7块钱每天产出7块钱的工就是这个总产出总财富你福利制狗的a和b他不愿意干活了他们变成零了后面啊这个盘子就只剩5块钱了5块钱然后大家来节流嘛 你怎么通过这样一发现哎 哎 这样一发现他不用干活他都能凭空拿到多于1块钱拿到2块拿2块钱他自然而然不愿意干活了 他自然而然不愿意干活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这个本来比如说他可能二百二十分之二百二十分之二百二十七分之一百拿他会发现他本来是乘以乘以七百的现在乘以五百的他的利益折损太多了 这种情况他会怎么样他会他会提高这边的收益他会让这里这前面这三个落格abc就三个落格手上拿0元0元1元的三个落格他干一天活可以拿到2块钱可以拿到3块钱从而使得一种 叫低贯式的低贯式的这个福利质本身 本身 本身 与 与这个初次分配形成竞争 二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形成竞争 形成竞争 形成这种竞争之后呢 啊 他的身价就抬高了他的工价他的工价就提高上去 因为人数少了嘛有人不愿意干你啊我做懒汉我得所以要实现要突破这种矛盾恰恰就是要养懒汉 你们你们不理解就是要养懒汉你不养懒汉是没有办法提高工价的养的懒汉才能提高工价 这是个辩认法这是个辩认法 这是个辩认法 养的懒汉然后削减这个工业品总产出啊生产生产这个意愿降低生产意愿降低生产总人数就降低生产总人数就降低生产总人数降低你就能提高啊他这个他把你生产出来比如说实际上实际上ABC每天生产拿一块钱吗他每天生产十块钱15块钱就还个反还个啊没那么多好我五个都可以 五块钱好吧他每天上五块钱然后每人反个一块三毛钱这个样子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啊差不多这个比例我按照我的调查 最后到手的消费品啊消费品的那个 总价值差不多呀他每天生产五块钱然后还一块三个什么 我就是要变成就是说有人不愿意去干了或者有人就是情愿慵懒一点每天生产变生产三块钱变成三块钱他那个后面后面人我也算他很努力吧 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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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啊总共会发现前面五后面人还是很努力后面人还是很努力 啊 二十九啊我算二十九总财富二十九一天生产总财富二十九二十九发现哎怎么少了六啊靠少了太多了 所以他就愿意在这个六 零到六这个区间里面拿一部分去啊让 啊哪一部分让那些愿意干活的人愿意干活的人啊愿意干活的人就比如他变成三了他他可能他愿意干活了去收买他可以让他变五啊谁愿意干活这个时候收买 就是说这个辩证法就是当收买成为一种均衡机制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现在反对的是一种精准收买 精准现在是精准收买普遍 普遍平均主义的那种所谓的福利 我觉得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啊精准的福利值就是给那些 就是你的福利要能够恰好到那个点上维持他的生产者 既要么有一点点工资源或者就没有工资源 因为使得一部分人光吃福利就能活着这个养懒汉啊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代价 他必须要有部分人不愿意生产啊不愿意生产 然后才能抬高其他所有人的这个劳动力价格抬高劳动力价格之后啊 才能慢慢慢慢把这个你才能就束缚住这个这个必然二二元分化的 你才能让这个钱啊往往下流 你才能这个钱往下面流 往往他原来来的那个地方流 就是我这样跟你说 ABCD C和D 与其拼命 ABC啊 C和D ABCD 与其拼命努力去养这个 E F G 这些大蓝汉 养他们这些大蓝汉是要花多少钱 要养他要花9块钱 养他要花99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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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养他们你不如 你不如去养A啊 你不如BCD回过头去养A 养A只需要花1块钱 这样你懂吧 养懒汉说说归根结底 你们要就是说愿意去养懒汉 养懒汉让10%到30%的这个他的这个 ABC里面的人工作意愿下降 医愿下降 你这套很小一部分去养他们 ABC里面养个A 让他让他 我不愿意干 这样就剩B和C干 B和C就是我再怎么干 我再怎么 那个007 我最后还是会使得你这个份额 你要去说服A啊 你要去说服A 所以他必须这边 这边这个10 100 100这老哥就得给出 比如说要给出个5出来 他要给出个5出来 他要给出个2出来 然后给大家分 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的分了 好了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 我的初步的思考是这样的 我的初步的思考是这样的 好了就讲到这里啊 就讲到这里